对于新冠病毒起源 虽然此前有相关阴谋论指向大陆武汉的实验室 但随后遭到自然与柳叶刀等多家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否定 不过最近有一位挪威病毒学家索伦森 近期发表在生物物理学记刊上有一项研究表示 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的某些序列 似乎是人工插入的 索伦森周日接受挪威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导致新冠病毒感染的病原体的特性与非典有很大不同 这些特性以前从未在自然界中被发现过 这也解释了病毒与人体内细胞如何互动 不过他也指出 其他病毒也有自然产生的类似部分 这项研究还说 新冠病毒自爆发以来就缺乏突变 这表明病毒已经相当稳定 具备了与人类共存的能力 新冠病毒并非起源于自然的推论 还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前负责人迪尔洛夫的支持 他称新冠病毒可能是中国实验室的一个事故 迪尔洛夫周一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称 在一次蝙蝠新冠病毒试验中 可能是安全措施失败导致了病毒泄露 他还指出 他不相信中国故意释放了病毒 但指责北京随后掩盖了病毒传播的规模 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并表示北京及时采取措施 为世界各国拉响了警报 然而根据哈佛医学院的一项新研究 武汉各大医院周围的汽车流量 在去年秋天急剧增加 这表明病毒可能早在疫情首次向世界披露前 就已在中国中部地区出现并传播了 领导这项研究的是哈佛大学医学教授布朗斯坦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研究团队使用了类似于情报机构所采用的技术 分析了商业卫星图像 并观察到从2019年夏末至秋初 武汉五家主要医院外的交通流量显著增加 这篇论文从武汉医院附近交通车流量和百度上 关于咳嗽和腹泻的搜索数据得出关于病毒的结论 认为新冠肺炎早在去年8月底可能就已在武汉爆发 尽管布朗斯坦承认证据是间接的 但他表示这项研究为新冠病毒起源之谜 贡献了一个重要的新数据点 10月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周一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 显然在此之前被认为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之前 就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混乱 对于这篇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6月11日在记者会上称 这篇论文有非常显而易见的漏洞 第一哈佛大学的DASH学术平台 只是开放性收集保存和发布哈佛大学教研人员学术观点的资料库 而并非有严格同行评议的刊物 第二有关论文的作者之一 恰巧是独家报道该篇论文的美国广播公司的撰稿人 而且在论文没有预发布之前就进行了报道 第三论文中引述的2019年9月份 对咳嗽和腹泻两个关键词的检索量增幅 还不如2017年和2018年同期来的大 百度6月10号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图表 并指出哈佛医学院这项研究是非常牵强和不严谨的 实际上武汉地区咳嗽的整体搜索量峰值 跟每年的流感器是吻合的 而腹泻的搜索量与往年相比并没有显著变化 同时百度指数显示 2019年12月左右腹泻搜索量还有轻微的下降 小编认为 就像中国的若干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的那样 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 中国应该本着透明公开的原则 鼓励所有科学家进行研究 并尽可能为研究提供方便 遇到支持非人工合成 甚至中国非起源地的观点 不必一边倒地表示认同 甚至不加证实就大家赞扬 遇到可能不利于中国的观点 可以提出合理的反驳 但不需要当作一个既定结论进行政治反击 这样反而显得把科学问题政治化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